飞镖被扣 贾伯斯怒标日本海关 这是什么国家 我再也不来了 两个忍者飞镖 竟让苹果公司执行长贾伯斯 气到放话说不再去日本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动新闻根据日本媒体报道 还原贾伯斯火冒三丈经过 原来贾伯斯今年夏天 与家人到日本京都度假 买了两个忍者暗器飞镖 当作纪念品 他将飞镖放在手提行李 离近安检时却被拦下 白目的日本海关 竟不准他把飞镖 带上自己的私人飞机 我干嘛要接自己的飞机 这是什么国家 我再也不来了 海关还没收贾伯斯老婆的如意 让他超不爽 你要的话就给你好了 苹果公司虽已出面澄清 说报道是以而传而 但网友仍发挥创意 把贾伯斯枯手成忍者 或者变脸成并拉登恐怖分子 还开玩笑说 苹果下一次推出的产品 说不定就是iStar忍者飞镖 东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